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土豆网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距离对于节目的大理支持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时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时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四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达令APP的董事 华一家幸福总裁 曲伟 菲拉山谷的创始人 郝颖 六人游的合伙人 潮汐 还有梅尔木眼科的叶子龙院长 欢迎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幸福心愿 谁有人 老师好 大家好 头上插根筷子干什么 人家不是说我像兵马俑吗 我不是长男人的脸 你这样可不好做人家媳妇啊 谁找你啊 你傻呵呵的 我老公可帅了 而且特别的帅 你有曲伟症吗 嗯 我觉得差不多 天哪 真的 不谢老师 你一直是这个性格吗 是 我的性格比较大 脸有点像爷们 我介绍一下 对 还没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老师好 我叫王岳芳 我29岁了 然后我是河南新乡的媳妇 安阳华县白道口的闺女 然后我老公是城市了 我们家是农村了 今天有幸福心愿 有 来 上行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跟老公写一首他自己的歌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嗯 因为从我们两个一结婚 就是我比较傻 但我老公他属于就那种可爱掏心的那种 他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 那可不嘛 找一个没心没肺的肯定自己要掏心呢 对吧 其实他可渴望有一个舞台了 然后呢 我就可想给他写一首歌 你会唱歌吗 我会唱 要不人家叫我兵马俑歌后了 哦 你叫兵马俑歌后啊 对啊 那你三首我听一下 那就唱一个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那可高调高啊 来 直接进入副歌部分 你给我安慰 我不知颓废 你宽容慈悲 我能坚持狗飞 太棒了 谢谢老师 你这么能唱 你说你老公比你还能唱 真的 我通俗就跟他学 我原来大学时候唱名歌了 所以其实你老公现在是干什么 嗯 现在做培训教育 所以其实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是希望真正有唱歌才华的丈夫 能够有一盏歌后的机会 对 你老公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乌玉正 我都叫他正哥 来 有请正哥 嗯 正哥 确实很帅 你好 老师好 你可算来了 管管你们家那傻媳妇 正哥 你哪找的这么一奇葩媳妇 啊 这他找的我 还是我讲嘛 那时候不是我从农村出来嘛 家里也比较比较贫困 然后呢 我是在他们那上学 叫河南师范大学学的唱歌 就是声乐专业唱的名歌 然后有勤工俭协 然后我就出去晚上会接个歌的活 就是那种路演 然后有一次就是唱完太晚了 然后我晚上回去 我就打出租车 然后打出租车就打到他了 他是滴哥 对 然后上了车之后了 不是快到俺学校了嘛 他就拗链 哦 链到了 五块钱 他拗链 看死了链 那种感觉 你能不能不那么色呀 然后呢 你给钱了吗 那个没给 我知道你肯定没给 是吧 当时他就耍了一季 其实是有钱的 但是就为了要我电话号码 不给我 我就补下这车 那当时我也不能就 因为这事一直拖着 我不去做生意也不好 那就把电话给他了 我第二天我能给他打电话 一打 喂 链哥 不是也昨天没给你欠那个 我说 你啥时候有空了 叫我把钱给你送过去 然后他说 那不用了 不用了 他觉得可不容易 惹不上级就躲你吧 我一想就不要 不行啊 就不要我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然后我都之后一直打 一天将近打个二三十个电话 你不烦啊 烦死了 他打电话没别的事 就是你在干嘛呢 其实借口是给我这个车费的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吧 我就为这五块钱 再从那么大老远跑消息 拿这五块钱 还不如浪费的油钱 隔了又两礼拜了 他给我回电话了 我一看 呦 男神 我说喂 他说 我快到奶晓鸭门口了 然后呢 你出来给我送钱吧 然后呢 我就竟然请是最漂亮一个女孩的 像老这么好看一个女孩的裙子 还是个带花的 登个绿色的高跟鞋 真高 我都 就花枝招展就出去了 当时那个情景哈 就是我们看那个少林足球里面那个赵薇 就画了一张脸 他这个脸型也是那种方方的 然后就发的那眉毛就好特别粗的那种 你有感觉吗 那吓我一跳 但是我就一下给震住了嘛 然后他去上车我就愣了有三秒钟 我说 就当时感觉就是 这肯定是专门为我精心制造了一番 我说咱不能特别伤他 说两句话就是 把钱给了 然后他就说 塞哥 咱中午一块吃个饭呗 敢跟他吃饭 吃就吃吧 是我强烈要求了 就不明白 你怎么就把他给收了呢 当时就没想 就吃完饭 我就速战速决 吃完买单走人 是我收的他老认 我以为他为民除害了 你后来怎么被收的 后来然后他就走 就再也不见我电话了 然后有一天我在学校正哥寝室了 然后我就见他开个摩托车 就到学校了 接个女孩 接个女生 谁 你的女朋友啊 她是她表妹的 正好 同班同学嘛 我老给他出头 然后我就问一顿哥 他家跟他住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在入小路 然后我一听 我都直接出去了 又到他家门口开始蹲 就没化妆啊 没有 进门了吗 不知道家是哪个屋啊 我就在他们家门口蹲 喊呗 喊呗 不敢嘛 你毕竟是女孩了 哎呦 你还知道你是个女孩了 不容易 不容易 然后蹲了有一个礼拜 我就见他飞个包拧个包 挖的挖就出来了 我都给他跑过去 我说赛哥 你回去打电话 你拿不及了 然后他就说 啊 背包就走了 也没答应 就走了 那后来没法了 坚持不懈呗 通过他表妹 就跟他当成朋友了 一年半之后 差不多他周边的朋友们 突然都跟我玩了 他就是跟我妹妹拉进关系之后 对 踏入我的生活圈 嗯 然后跟我的朋友啊 我的亲戚们 都被他给俘虏了 然后呢 我伯伯就约在出来上去 然后那后头 然后我说 曾哥呀 你看你也知道 我可喜欢你 你不能一直这样吊着我呀 就是说 你要不你都别跟我玩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他说了三个事儿 第一 第一 我对象是 必须得是 呃 白 我内容可黑了 又瘦又黑 呃 第二就是腿得直 我的腿不直 嗯 然后呢他就说 第三就是不能是学音乐的 唱歌啊跳舞 你还明明是个学音乐 哦 对 还是唱歌的 我直接一听头都蒙了 然后我说 那行吧 还还笑着 那那那那还是朋友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 我正好在学校 河南 河南 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目 拿了第一名 第二天就去郑州 就去做会演了 大概演到第四天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安乡你了 给我该了 都说了个褶 哈哈哈哈 对 这是真的 就当时觉得 你 你一直拖着人家不答应 这会儿你反过来说 我想你了 其实不是当时是拖着他 就是当时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嗯 就在一起一直吃喝玩的 就这种的 嗯 但后来吧 他对我表表完之后呢 呃 我我那三点 确实不是因为他做的那三点 哈哈哈哈 当时因为我也特别的黑 我个子也不高 那为什么不能是学音乐的 前两点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之前做过出车 修三车车 餐厅服务员 嗯 搞过运输 这些我都做过 然后做完之后呢 觉得我自己还是喜欢音乐这东西 我就去走穴去了 嗯 走穴呢 我觉得这个走穴 有某些小团的小 小的一个氛围 它的那种感觉不太好 我就觉得我 我要找老婆 不能找 就是搞文艺的这种 但是那女孩呢 你觉得他已经在拒绝你了 你转身离开他那一瞬间 你在想啥 难受 就是当时都想晕倒 然后我那几天都车不下去 一车就吐 那你你这么一个死缠烂打的 你最最后竟然就他说了三个不 然后你就转身离开了 默默的离开了 我跟你说你情伤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哈哈哈哈 如果你当时不是这样做的 反倒再死缠烂打 一哭二闹三上吊 所以这已经被玩死了 已经被玩死了 所以马上第三天就暗想你了 我就进入坟墓了 然后呢 说一句暗想你了 就在一起了吗 没有 然后就说完这个短信之后呢 人家他又 我俩好像就互掉角色了 他又开始抓了 翻译应该是半高调 对对对 就不理我 就感谢不回我 打电话也不接 其实不是啊 我那时候我心慌了 什么情况 就感觉就是我一下子 我的世界失落了 周边什么都没有了 我感觉特别高 谁玩谁啊这是 有这个感觉 我真有这个感觉 我真有这个感觉 你到底毕业到第几天 最后接了吗 一天 真长啊 然后呢 说了啥呀 然后我说我今天晚上就演完了 演完我都回去了 他就接你了 他说你接我了 你们家喜欢这媳妇吗 特别喜欢 我爸就特别喜欢这媳妇 每天都跟我在洗脑 这女孩子不错呀 性格开朗 虽然长得吧 但是其他的 要啥又啥又啥又啥 说实话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见过开朗的 没见过这么开朗的 对他特别会火人开心 你知道他今天的心愿吗 他要归为你创作一首歌曲 他给我写歌 倒不是他写 是他求这四个人 叫人帮助你写 说你有天生是唱歌的料 歌喉好 比他唱得还好 所以不能埋没了你的才华 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我现在在我们当地 开一所那个艺术培训学校 那你还唱歌吗 这歌的名字 很少唱 我老是跟他说 我叨叨 我说你都不给我唱个歌 行了别撅嘴了 把筷子给我拔下来 把揪给我拆了 拆了 让我们看看你女人的样子 其实我一化妆可好看 行行放好 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快点 我今天给你发福利啊 好好唱啊 唱的时候最好单膝跪地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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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担心归弟 担心归弟 给 谢谢 怎么样 没想说过这待遇 没有 你给他做一首歌 是希望他 艺术道路能够走得更好 还是只是希望给他 写一首歌仅此而已 我想让他走得更好 因为我觉得他有那个能力 所以一首歌只是一个说法 如果你没有更多的演艺机会 有类似于这样的渠道 可以推荐他 红不红都没有关系的 红不红都没有关系 只要他开心就好 好吧 你对于你老婆对于你这样的希望 你自己有这个想法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把我 之前在音乐生涯里面 没有的东西 尽可能地给一些 可以想要的这些人 四位老师 我能不能修正一下你的梦想 刚才老公是说 想在你自己这份音乐事业 就是帮助别人去成就人的 音乐梦想上 学生们就是这样的 是在教学对不对 在这一块 我们看能不能多一些的资源 在帮助你们 比如说在你们这份事业上的 多一些推广的资源 然后利用我们达林APP的一些 互联网上的资源 来推广你们这份爱的事业 这个事业其实真正不光是 能够让那些有音乐梦想的人 能够走得更好 同时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好 好吗 做一些实际的 我刚才通过你们俩的那段和声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 一加一大于二 其实你们独立看起来 你们都很好 但我发现你们俩加起来更好 所以这可能就是爱的力量 就像刚才曲伟说的一样 在你未来的发展的道路上 不见得说一定会推你成为明星 或者是歌手 我觉得你最大的财富 真的不是未来当歌手 而是把你身边的这块宝照顾好 所以接下来的发展道路上 无论是在培训 还是在其他的方面 如果我们能有一些 能够帮助你们的话 尽管说我贝拉伤鼓 愿意帮助你成就梦想 谢谢老师 我觉得现在开个培训班挺好 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 才能够走出去 对于自己来说 就即使是一个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 嫁接在别人身上 我想也是一种无尽的快乐 最后竟然来到这个舞台 跟我们一起好好地唱首歌 好不好 好 把所有的酸甜苦辣 都融在这首歌里面 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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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上雪 披荒的暗夜 真心 笑容 才能溶解 空中有一路上的河河 不滅亦不舍 悲慌之夜唯有爱是 永远的神话 谁都没有遗忘不了 大学毕业结婚生子 成为人生赢家 事实证明 如果遇到真爱就去全力争取 毕竟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兵马勇歌后祝福你们 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你好 为什么不是右手的琢琢 来来来 站过来一点 你怎么下来的时候满面愁容呢 若是不开心呢 不开心啊 嗯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尿明芬 今年52岁 来自湖北 有什么心愿 上前一步把它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让老公回家好好过日子 好 请回 老公跑了 跑哪去了知道吗 他只能在外面混 我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多年前 我早上上班出门 晚上回来一看 房间所有的东西全部被他转走了 后来跟他打电话 他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人也不回 还把财产都卷跑了 全部转走了 这是一处卷包会 他卷了多少钱走 钱可能就是9万块钱吧 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谢谢水平 来 我们掌声有请老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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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江湖范 老谢 你还往那边退呢 不管他 就这样 别管他 他不是你媳妇吗 是 是 那为什么别管他 是合法的 但不是实质性的 就是分居了很多年 就是分住很多年 多久了没住在一块呢 分了六年呢 为什么要分六年 因为我这个咋说呢 我这个工作是很特殊性 我练功夫有时半夜三更回来 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 容易吵到他很影响他 他是白天上班 有时我晚上半夜三更来电话了 这个朋友啊 客户啊 或者同行聊天啊 工作需要啊 吵到他 有一次在一起吃饭 我就把桌子给砸了 他不让我练功 他为什么不让你练功 他说我太烦 我把桌子砸了 那个碗都摔了 摔了跟他炒了一架 他把我的衣服 从窗子 底下扔出去了 他就那样一气之下 我把东西 我就搬走 我说我一辈子再不回来 你还带了东西走啊 我不带东西怎么行呢 我的行李啊 我的被子 我衣服我要啊 你还拿了钱走啊 我的衣服给他有啥用啊 他能端吗 你还拿了钱走啊 我不拿钱走 我要经费啊 那钱也是我挣的 但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啊 哪哪有什么 共同不共同 共同财产 他存起来了 那全都是我的 怎么是你的共同财产呢 他这个人没想到 一个老婆整天在大酒店的刷盘子 一天花九个小时 不但回到老 回到家里 老公不心疼 你在外面 不知道是怎么的搞 他在台上被人家打了 怎么样 我给女儿两个整天上班 我说女儿 你老爸 不但没有一份政府的工作 还在外面说 我站在台上被人家挨打 你一听了之后 我跟你儿两个晚上睡觉 就伤心死了 别说这些了 他跟我建设工作 九几年在广州的时候 啥活 一天九个小时 三十块钱一天 扛水泥上八楼 又脏又泪 其实脏泪都无所谓 我受得了 主要就是不自由 不好拿钱 完全可靠一份工作 是不是 我没办法 为了深层 我就搞个挨打专业货 就到处去表演 我干我这一孩有什么不好的 我又不偷又不抢 啥叫没真言呢 我就不能活出自己来 我说他怎么看着脸熟 很多新闻报道里面都有他 挨打专业货 对呀 但这危险呢 没骗人 没骗人 没有危险 你练什么功夫 这么不怕打呀 我这个功夫啊 跟别的功夫不一样 我就站在这不动 表演的时候 有观众上来打我 把我两只脚打退了这个圈 我就输了 主办方就讲现金 我打的是铁豆皮的功夫 打豆皮 每人三传 我是不还击的 用最大的力 直传 勾传 百传 都行 你什么时候能够发现自己挨打很强 你有这方面优势 我有这个优势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 我以前经常练功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 但是你这个孙子16岁 发现我有这个功夫 我就开始练 练了之后 实在生存不下去了 在广东 我就 只有干这活在公园打 5块钱打三传 谁把我打退 奖上200 你现在涨价了吗 现在涨价了 现在涨价了 现在多少钱一圈 现在不是多少钱一圈 现在是长眼请我去 就是一般的话 咋说呢 不等 有日子过好了 日子比以前好了一点 但是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远 我们就说打电话说起 我接电话 我接电话 要按免提议 嗯 是难的没事 如果是雨的 啊 你为什么找我老公啊 要他接 跟我老公啥关系啊 我说我这是开户 老板娘是开户 他就人家说 你跟我老公是啥关系啊 第二天人家说老谢 你老婆怎么那样 帮我这当搞房子 还有这个信息 他要查看 有时要通过他接电话 所以我就烦了 我就搬出来住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女人不理解你 那对啊 你的女人不信任 那对啊 希望你老婆支持你 我希望她支持我 支持你的话 你就跟她在一起继续过 对对对对 我就有这个心愿 是吧 如果要支持你就信任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老婆今天的心愿 是希望你能够回家 那我问一下你妻子 你支持她的事业吗 我不支持她的事业 但是你又想她回家 我想她回家 回来换个工作 你为什么不支持她的事业 她这个事业 在台上是很大的风险 在台上被人家打 拿着拿一点小钱回来 我心里 整天跟你两个上班 齐心吊胆 就这些是危险 很危险 还有别的吗 就是说我有 有几次生病 她在外面 她根本就不管我 我有一次做了手术 前两天讲 我休息了第一天 第二天自己上班 我为了什么呢 我为了危险 不是为了想多挣这些钱 我贴补这个家庭 她根本就不管这个家庭 有多少钱 你要能理解我 肯定会做得很好 中午晚上吃的 晚上有没有 她这个男人 她根本就不管的 类似的活是我 老谢其实已经成名很多年 很多年前就有她的类似的新闻 一直以来是引起争论 她跟胸口碎大石是不一样的 胸口碎大石她是一种表演 而且这种表演 不含有人性上的不尊重 但其实老谢的这种挨打的这种方式 虽然也是一种表演 也不能说她是不劳而过 她要练的 她不练是没有这样的功夫的 但是从人性公平的角度上来说 是不受尊重的 但是她到目前为止 一直在延续自己的这种表演 导致到家庭婚姻的这种不幸福 今天大姐的诉求 其实每一个都在情在理 倒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老谢为了维护自己的这种事业 确实是对家庭是有所亏欠的 所以四位嘉宾 对于今天大姐的心愿 你们有什么自己的建议 拳击 大家都知道拳击 拳击是在一种有规则下的 一种公平竞争 被打倒的输掉 老谢这种情况 我认为就跟拳击一样 它也是有规则的 那规则就是你在圈里面打我肚子 那我被打出去了 我就输掉 就是我个人认为 所以我认为 这对于你来讲 这是你的一份事业 而你很爱这个事业 你欠缺的是什么呢 让你太太理解你这份事业 我想跟太太这个女士说一句话 当你改变不了她 你就试着去理解她 我这是我的观点 我很直白的说 我希望您大姐 选择放弃这个男人 因为刚才我在网上去搜 我看到几个数字 让我很触目惊心 她在2014年的5月份 已经靠这份职业 能一个月能月收入数万 您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在工作9个小时 在饭店后面去刷碗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 而你丝毫 没有从她身上数万块钱 能得到你作为妻子 作为家庭应该得到那份费用的 承担的义务 跟她何必要在一起呢 刚才说的每一次话 你对她的不满 她都会有众多的理由来反驳你 而你们俩能够在一起的 唯一的前提在她看来就是 你得听我的 任我为所欲为 你们才可能在一起 这种在一起有意义吗 这是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吗 为了夫妻的那所谓的 法律上那张证吗 巨大的反差告诉我们一个真相 您可能一直不愿意 面对这个真相 但是事实就摆在那里 是您一直不敢面对的 今天就是面对它的时候了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从人付出 劳动在有收获的角度上来说 老谢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靠劳动吃饭吧 对不对 他是要自己锻炼 然后呢 完成自己抗击打能力的培养 然后赚钱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 是不支持的 从人性的尊重上来说 也是不支持的 你没有谁跑到街上说 你打我两巴掌 你给我钱就成了 这是很有识自尊的 当然老谢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认为我是有功夫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谁可以出点钱 就可以打人呢 不管是对于人类 这些年来的文化 和社会文明来说 这都是不支持的 所以今天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老谢的工作 我是不支持的 那么从家庭的角度上来说 希望两位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 自己好好地再做打算 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吧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丈夫这份特殊的职业 不被妻子理解和接受 已让他们的婚姻处在了危险的边缘 希望在场几位老师的意见 能够让二人重新审视他们的这段婚姻 祝愿他们今后的生活 如果您有任何幸福心愿需要实现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您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员梦栏目 幸福来敲门 让我们一起来帮您 感谢优酷王独斗王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PPTV 俱力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时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电视边干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时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见